我作为一名汉工 我已经把我的心里话 用电焊焊在钢板上了 今天的中国正在以一个全新的面貌 展现在世界人们的面前 说起中国的高铁 那真的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前不久 9月21号 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 跑北京到上海这条线的 时速已经达到了350公里每小时 成为了全世界高铁运营速度 最快的国家 北京到上海 现在只需要四个半小时 今天的中国已经给人们出行 越来越多的选择 而且是更将高效快捷 舒适便利的选择 很荣幸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挑战者 就是高铁的一位制造者的代表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各位评委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叫李万钧 来自于吉林省长村市 是宗车长村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 一名电焊工 我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李师傅 他是工人最高荣誉 中华技能大奖的获得者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被他的工友们称为工人院士 他的水平相当于真的是专家级 而且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上 李师傅也是党代表 那他三个勋章是什么意思呢 这三个奖章可以说呢 就是跟劳动有关的 第一个是全国劳动魔法 这是2015年 我获得了全国劳动魔法 而且是我在人民大会堂宣读的倡议书 还是咱们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给我颁发的荣誉证书 难怪选了这个 那我想问一下李师傅 您是负责高铁的 哪一部分的汉阶工作 我是负责高铁转型架汉阶的 架骨勒和车底连接这个架子 它就好比是高铁的料腿 那么高铁之所以能跑出 这么高的速度 主要取决于汉阶工艺 其实汉阶是个很细很细的活 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李师傅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项目 就和我们身后的这大的道具有关 今天的挑战叫做 真挂汽车 真挂汽车 挑战规则 挑战者以利汉方式将16组长15厘米 直径仅为1.8毫米的钢针 两两汉阶 再将钢针两端 分别与车顶钢架上方的钢丝进行汉阶 形成受力结构 悬吊起重达两吨的长安福特瑞介汽车 保持10秒 即为挑战成功 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汽车 已经进行了特殊的改装 在车顶加了一个平板 焊接的难度先不说 焊完了之后 这16组钢针能把这辆福特车 给吊起来吗 李师傅 按科学的计算的话 应该能 16根钢针 长重两吨重的汽车 每根钢针的平均受力为125千克 这是一根钢针受力的极限 如果焊接时稍有不慎 产生长短不易的误差 就会产生受力不均 而导致钢针断裂 车辆上端 焊接钢板的面积为80x50厘米 而整个车身的面积为490x180厘米 巨大的比例差 意味着挑战者将要在极其精准的操作下 完成力量的分配 同时车辆悬空后 车辆会发生的自转 这也是对各个汉典的极端考验 细微的差异都会导致挑战失败 挑战者能成功吗 我宣布挑战 开始 就这一下不能太久 那这个温度很高吗 很高啊 几千度 而他的手几乎是贴到了那个 他这应该是电焊专用的手套 隔热的 要不然一般手套烧穿了 有点震撼啊 对 我是学机械的 我曾经有玩过这个汉阶 他其实一点都不好汉 问题就是在汉阶点的牢固与否 他这一次挑战非常困难 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 在之前李师傅的练习当中 还一次都没成功过 真的 过高的温度会导致钢针融化 汗积不慎会导致钢针断裂 在这个实验中 从未成功过的李师傅 面对重重的考验 这次能挑战成功吗 李师傅要在30分钟内 完成我们的16次汉阶 有现实啊 对 所以48个汉点 30分钟平均 每一分钟 要有一个多汉点 李师傅现在完成的是两个工序 一个是先把钢针和上面的焊丝连在一块 另外是把两根钢针连在一块 把这上面的工作完成之后 李师傅还要把所有的钢针的下端 和汽车顶部的这个钢板焊到一块 他现在大概就要 目前针已经接完了 咱们可以起来接这个铁板 往铁板上接了 李师傅迅速完成了钢针 与车顶钢子的焊接 随着升降台的上升 李师傅下一步将完成钢针 和车顶钢架的焊接 他能顺利完成吗 现在我们的高台连车 带着李师傅一块 升到了三米高的高度 在这个高度上 李师傅要把这十六组 钢针和焊丝连接的结构 均匀地焊到这块钢板的四周 接下来这个工作 将直接关系到最后挑战的成败 看着觉得有点悬得黄 就这么简单地上去 焊上就可以了吗 钢针和汽车上面的钢板连接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要固定 先还四个架 把整个浪的雕和车 顶上这个钢板固定上 就像一个框一样 这期间我可以把剩下这十二根针 均匀地也让它承受 这么大的力量给它焊到一起 主要是合理的焊据顺序 这十六根它是焊在两边 一边八根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 它这个水平没有找得那么那么准确 它当中稍微有两根的 吃力一不均匀 其中有一根断掉 它就会形成连锁反应 如果有一根是虚的都不行 现在我们的时间还剩下八分钟 但是我看李师傅的挑战 应该已经进入到了它的最后阶段 它正在对最后的这几根焊丝 在进行牢固性的检查 李师傅渐入加进 迅速完成了另外八组钢针的焊切 面对时间压力的最终考验 这十六组钢丝能够成功吊起汽车吗 好了 基本完事了 还差多长时间 您还有六分半 那赶摊 赶摊 李师傅在非常小心地去检测 每一根汉丝的承受力的这个程度 还要确保它受力均匀 好 接下来我们就将对今天的挑战进行验证 将16组长15厘米 直径仅为1.8毫米的钢针 两两焊接 从未成功过的实验 这次李师傅能够完美地吊起 重达两吨的汽车吗 我们接下来请操控升降平台的挑战助理 降平台 降平台 最后您拿着汉丝弹出歌来了 他其实一点都不好汉 他这一次挑战非常困难 今天就可以到达了 一定不至于 就在我们的词外表里 清 Misty 能阻力不消 可以 要喝 试图 您 最后 鑫 细 这 两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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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太厲害了 稍後我們來看四位評委他們的投票情況 您和您的挑戰項目能否進入榮譽殿堂 祝您好運 剛剛李師傅您在這個工作的中間 我們這個已經討論得很熱烈了 因為這個這個調起來這畫面很震撼了 你為什麼會想到要做這個挑戰 現在高鐵的速度越來越快 對於我們漢工來講要求越來越高 嗯 那麼這個過程當中我就 把極細的一個小鐵絲 焊在一個鋼梁上 瞬間底下掛一個重物 來檢測我的焊接質量 那麼通過這個方法 延伸到今天的挑戰不可能的項目 您做漢工有多少年了 到今年為止 整整是三十年零兩個月 三十年零兩個月 這是什麼時候的照片啊 這是九七年 上班十年我們班主獲得先進生產班主 當時我們是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 照得像 這右手邊那還是乾淨衣服 對 所以說你看那個全是衣服的 您在哪兒呢 哪個是你啊 中間那個 穿白球鞋 右邊 當時我是 白鞋子那 我是穿了一雙新鞋 今天直到今天要照相 二十八個一個班友 二十五個調走 當時我也想調走 太苦太累了 當時我就找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啊 也是科場的七年老牢模 非常固執 但是我覺得說的也非常有道理 他說萬鈞我可以給你 到任何一個工作崗位 作為技術工研 如果你不好好學技術 放棄了技術 那就是混的 一混就是一輩子 將來沒出現 就這樣我父親平時 給我抱點小板 讓我練習 焊件技能 當我焊完以後 我的產品 它就是一個藝術品 當你看到了 自己這麼多的成果的時候 再苦再累 也不算啥了 李師傅也說到 爸爸對你的影響特別大 我覺得在今天這樣一個 我們見證挑戰成功的時刻 應該把這份喜悅 和父親一起來分享好不好 我們有請李萬鈞的父親上場 好 大家好 老爺子好 中氣十足啊 老爺子胸口也別著兩個獎章呢 這兩個是什麼獎章啊 一個是長頓市勞模 一個是五一勞動獎章 哎呦 也是 你們是一樣的 但是 兒子的獎章比您多吧 多呢 比我大呢 他是全國的金的 我的是杜金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李師傅啊 這也是一種 家風的傳承啊 就是老爸身上這種艱苦奮鬥的 這種精神 就傳到了你身上了 而且他也這麼要求你的 所以我有這樣的兒子 我感到自豪 我有這樣的父親 我也感到驕傲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們國家因為擁有像你們 這麼優秀的工人 我們也感到驕傲和自豪 謝謝你們 這小伙子是第三代了 不是吧 我的徒弟 我的徒弟 那也是第三代嘛 對 所以徒弟在跟師父 這個拜師學藝的過程當中 最深刻的感受是什麼 我應該把我師父的這種 工匠精神傳遞下去 幹好我本职的工作 不辜負師父的這個 殷切期望和主托吧 還有什麼特別想和年輕人 分享的心理話嗎 有 我作為一名漢工 我已經把我的心理話 用電焊焊在鋼板上了 哇 這叫蒸蒸誓言 好了 一共是四套陣 精益之路 智慧之光 技能爆國 挑戰不可能 剛開始我們生產 中國高鐵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個 審查手中的產品 幹好幹精 幹成藝術品 就是創造出我們 屬於我們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高鐵 謝謝 謝謝李師傅 我曾經採訪過 中國漢階學科的電機人 中科院院士潘濟鸾先生 他跟我說 當年他在創辦這門學科的時候 不要說普通的老百姓了 就連清華的教授都問他 說潘老師 你這學科是幹嘛的呀 是漢洋鐵壺了嗎 今天在看覺得像一個笑話一樣 今天中國的漢階技術 不僅應用在了高鐵上 也應用在了航母當中 核電站當中 AR機器人製造當中 所有的大國製造的背後 都是像李師傅這樣的 大國工匠在支撐著 用技能爆國 用匠心注夢的精益求精的精神 把他們的技能和國家的榮譽 焊在了一起 我們再次向你們致敬 那對於李師傅李萬鈞能不能進入今天的榮譽殿堂 我們三位的回答是 能 我們請李萬鈞帶著老父親和自己的徒弟 一起步入今天的榮譽殿堂 恭喜 恭喜 我希望未來我們高鐵工人 就用這種挑戰不可能的精神 為實現我們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繼續努力 恭喜